《马可·波罗东游记》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本游记 在这本书中 中国是黄金之国 遍地的金银财宝 人民非常的富足 让不少众人看得非常的向往 在马可·波罗去世200年后 有一个年轻小伙看了这本书 成为了马可·波罗的小迷弟 全身感到热血沸腾 在1492年 小迷弟得到了西班牙女王的赞助 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也可以说马可·波罗游记影响了世界史的进程 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游记没有质疑 但一直以来 许多学者都质疑这本书的真实性 认为马可·波罗根本就没来过中国 并提出了许多有利的证据 那马可·波罗游记在说什么? 真的有来过中国吗? 那我们得先从13世纪中叶的历史背景说起 这时的蒙古帝国很少欧亚大陆 虽然侵略的过程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不过军队移动与后勤 所建立起的运捕系统 也称了一条稳定的交通路线 让欧亚大陆的货物 可以相对的安全贸易 西方人也前不后继的前往东方探险 就在这个背景下 马可·波罗的爸爸与叔叔 在马可还没出生前 于1260年前往黑海沿岸做买卖 这个时候蒙古帝国已经分裂 分裂为四个韩国 分别是在俄罗斯称霸的青茶韩国 中亚的窝阔台与查克台韩国 与继承波斯的伊尔韩国 波罗兄弟一路东行 最后抵达查克台韩国的最大城市布哈拉 在这里遇到了伊尔韩国的使者 使者对这两位意大利老铁非常有兴趣 在保证旅途安全的前提下 便带来他们 准备前往元朝夜间大喊 经过一番泼泽后 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元朝大都 受到了忽必烈的热情款待 由于普罗兄弟受过高等教育 便因为商人的身份 看过四面码 不是一般的香巴佬 此外还精通打打语 当忽必烈问起西方的各种事物 都有能娓娓到来 如罗马教皇 其他的欧洲君主 以及司法、军事制度、封土、明清等 都让忽必烈荣幸大悦 便委托普罗兄弟带一封信给教皇 希望可以派更多的学者前来 咱们东西方互相交友交流 普罗兄弟回到威尼斯后 老普罗发现他老婆已经过世 儿子马可则已经15岁了 由他的另一位弟弟照顾 1271年 普罗兄弟带着教皇的回信 再度动身前往中国 这一次则加入了新成员马可 马可从小接受良好的商业教育 包含学习外币知识、股价、管理货船等 非常的聪明伶俐 经过一番默默蹭蹭后 伊火仁在1275年抵达元朝上都时 已历经了三年半 马可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精通了四种语言 能够流利的阅读与书写 胡卑叶非常喜欢这位20岁的小伙子 对马可一行人的宠幸有加 总计马可破落在元朝一共待了17年 表现得非常能干 所以他还常派他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去执行各种任务 马可有时也会为自己的思思外出旅行 走遍中国的大家南北 凭着自己的观察 或是听别人道听途说 得到了大量东方各地的风土民情 或是远方的一国奇闻 为日后的马可波罗邮记 搜集了不少材料 不过波罗邮家在蒙古帝国待了多年以后 也萌生了以警还向的念头 1292年 波罗三人受到了忽必烈的委托 所以有一件任务只有他们可以完成 结果是护送蒙古公主括括征到伊尔韩国 原嫁给自己的侄子、国王阿鲁魂 一行人就这样乘着14艘船 从泉州出发 经由东南亚、印度洋 最终穿越了阿拉伯海到达的霍尔木兹 前后历经18个月 才把公主护送到伊尔韩国 任务完成后 这一转转经由军事坦丁堡 回到了家乡威尼斯 马可·波罗在威尼斯住了3年 这时候的威尼斯与勒纳亚 因为商业冲突爆发的战争 波罗家是当地的土豪 拥有一艘战船 用来保护他们家的舱队 理所当然的这艘船就被政府所征收 马可也加入了威尼斯海军 结果勒纳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包含马可在内 威尼斯有7000人被俘 马可在热纳亚的监狱中 认识了一位比萨人鲁斯帝迁 为了打发时间 马可跟这一位狱友 讲述了许多他在东方的故事 只有鲁斯在改编后出版 就是现在马可·波罗游记最初的版本 1998年两国停战 马可也回到了威尼斯 在1324年过世 结束了传奇的一生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 因为东方的一国元素 与鲁斯举驾的文笔 很快成为畅销书 马可·波罗还有百万先生的绰号 人们认为他讲话很碰轰 经常在书中用到百万这个量词 而百万先生也在200年后 影响了哥伦布 不过从18世纪以来 有不少人怀疑马可根本没去过中国 觉得马可·波罗是胡烂仔 这一派的学者认为 马可·波罗只在黑海附近打转 并从那儿的波罗商人口中 听闻中国、蒙古与日本等地的故事 或只是看过波斯人写的旅游手册 如写于9世纪的中国印度建文录 马可·波罗游记或许是看了这些书 加上一些道听途说 所编织出来的故事 而被他致敬的波斯语书籍 后来反而失传了 导致死无对症 接着我们整理出此派学者的几个论点 首先是马可自身在中国17年 还受到大汗的重用 并且担任过官职 包含他说他在杨州做过三年的官 但中国是一个喜欢写史的民族 历朝历代都留下各种记录 包含官修正史、地方志、民间的小说笔记 以及各种野史等 结果现代学者翻篇了各大史书文献 没有一件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 马可不是说在杨州当过关 杨州地方志怎么可能会没记录嘛 另外马可自身参与了蒙古对南宋的向阳之战 还献出了威力巨大的向阳炮 迫使南宋守军投降 但实际上1273年 蒙古军队攻陷向阳时 马可还在赶来中国的路上 自然不可能献出向阳炮 而根据原始的记载 搞出向阳炮的是波斯人 是阿拉瓦丁与伊斯玛耶两位驻炮大师 而对于忽必烈两度进攻日本 马可·波罗的说法也与史实不符 说第一次蒙古舰队遇到的台风 实际上蒙古舰队是第二次才遇到 说蒙古舰队使用的是五鬼船 但考古划出来的缺着三鬼 此外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 如长城、茶叶、筷子、汉字、餐竹等 书中都没有一丝的记载 找马可·波罗30年到中国的传教士鲁布鲁器 可斯有提到书法和印刷术 而且马可游记中的许多地名或是名词 都是用波斯语的念法 如马可·波罗说蒙古舰队使用瀝青防水 用的是波斯语的瀝青 可见马可只在中亚或波罗打转 最后马可回到家乡时 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产 倒是带回了一些来自波斯的宝石 当然也是有一派的大学者 认为马可·波罗来过中国 也提出了很多反驳 中国史书没有记载马可 是因为13-14世纪的中国档案 对西方的史节都是千秒淡写 同时期的教宗本堵十二世 拍往中国的史节团 也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史书中 马可在揚州也只是管理延误的小关 地方自明游戏很正常 而元代的长城已破损不堪 现在雄伪的长城是明代修筑的 马可·波罗虽然会是种语言 但不包含汉语 所以就没有写到汉字与印刷术了 对于中国地名采用波斯的教法 是马可在元朝划分属于圣牧人 圣牧人用波斯语不是很正常的吗? 至于蚕足的筷子 这是汉人的生活特色 就像很多唐人间内的华人 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和使用刀叉 马可·波罗的朋友圈 都是蒙古人与圣牧人 筷子与蚕足并不常见 而且因为外国人要见到汉人的女子蚕足 是十分困难的 最重要的是 马可·波罗游记本质就是一本游记 纯粹的个人经验与记录 不是为历史服务 更不是要写史书 口海底下很正常 对于一些错误的记载 马可·波罗可能会说 难道我就不能讲错一句话吗? 只有摩洛哥德大旅行家一本巴图塔 同样也把黄儿与大运河搞混 还出现瓷器是没制成的这种低等错误 毕竟他们是外国人 而筷子、蚕除、中医、茶叶等 说马可没请去记载也说了过去 且书中很多细节的描述 是独家且准确的 可证明马可老兄应该来过中国 如对中国的货币、食言与税收制度 描写的非常详细 语言是当时欧洲阿拉伯或是波斯文县的记载 不太可能是抄别人的 另外襄阳线炮仪式 除了主角很不道德的换成了自己 此外都与原始符合 即使他没有真正的参与战役 至少证明他在中国确实听过此事 护送公主回伊尔韩国的记载 也与永乐大典、伊尔韩国的史书叙述了一样 不过依然没有提到马可波尔就是了 有可能马可的角色不是那么重要 其他还有对于正江的基督教堂记载 也与当时的中国文献吻合 实际上是来自中亚的苏特人 在正江盖的六座锦礁教堂 这些都是马可波尔邮记的独家记载一手资料 这些证据都表明了 马可真的来过中国 或是他只在北京城中打转 秋武的记载只是他过于口嗨 甚至忽必烈根本不认识他 其他各地的风土民情 都是在中国道听途说 才会出现一些错误 另一方面 马可波尤记真的作者鲁斯蒂谦 过去的作品大多是歧视文学 讲述歧视的恋爱故事 类似现在的歪歪小说 内容多为甚至中不可能发生了事 鲁斯在狱中遇到了马可后 发现马可的精力充满了神奇与幻想 刚好与他擅长的歧视文学风格相同 因此书中虚增加了许多夸大和想象的成分 关于战斗场面的描绘 也显得气势磅礴有如深入其境 毕竟鲁斯出书是为了赚钱 为了卖得好 加油天出很正常 而确实这本书也成了畅销书 且马可波尤记的年代没有印刷术 书籍的传递都得靠手抄 而鲁斯最原始的版本 早就已经失传 但靠着手抄传来传去 出现了高达143种的版本 而且没有两种版本是完全一致的 最中间因为语言的转换 抄写者的东加西简 真实的版本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但如果马可波罗真的去过中国 总里程约是12000多公里 但考验的不只是距离而已 而是中间的各种地形与气候 如果从威尼斯出发 首先经过的是东欧平原 接着是中亚的沙漠地带 进入中国还要越过高山 气候更是刮风下雪 沿寒到酷暑 是十分严苛的考验 而前面提到的一本巴图塔 旅程更是马可波罗三倍 中四季游手的鞋子 是由鞋匠在鞋圈上缝制而成 材质可能是牛、绵羊或是山羊皮 这一种鞋子只为假如提供了基本的保护 但如果要长途旅行 是远远不够的 可以想象的马可与一本巴图塔 应该为鞋子头痛了很久 一路上可能换了许多鞋子 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当兵时期 那个时候在凤山不敲受训 步兵嘛 每天就是走路走路走路 加上难穿到不行的攻怕军靴 不久我就得了足底筋膜炎 那阵子真是有如噩梦 每次睡醒脚踏上地板的那一瞬间 就有如触电一样 那一种痛感我到现在还记得 其实不只阿兵哥啦 现在一般人平均一天要穿8小时以上的鞋子 尤其是一些需要久站、跑来跑去的职业 鞋子的舒适性更为重要 若只穿了不适合的鞋子 可能就会跟我一样得到足底筋膜炎 在台湾要找到合适的鞋子 不得不推荐我们的La New 他可是最懂台湾人脚型的智鞋专家 鞋子这一种贴身的东西 只有只要去实体店买才有保障 试穿真的很重要 而La New在全台湾共有133件的实体门市 店员也非常的专业 而不是只会说 学都可以试穿喔 La New的店员会先帮客人凉脚 知道自己的size后 我们再来选鞋 对于各种鞋款也是寥若智障 会根据你的使用需求给你建议 帮你找到舒适的好鞋 因为我比较没有穿皮鞋的需求 这次我带的是La New的三型鞋王 现在假日有时候会去山上走走 但是山上的气候多变 地形复杂 才在雨天四滑青苔石头上 实在是惊心动魄 作为全球防水透气面料的第一品牌GOTES La New回在台湾唯一被双认证授权的鞋品牌 三型鞋王强攻系列 号称台湾3D最强战旅 严选顶级防水透气双腿牛皮 用特制的防水红线工艺 拼接防红细布料 透气舒适、泼水耐脏 这次搭配GOTES提供持久的防水保护 能让双脚保持干爽 还有它的气垫结构 依照咱们的脚骨骼曲线排列 能支撑脚弓、平均分散足底压力 鞋底的纹路是由专利的止滑纹路 专门对台湾山区潮湿的环境所设计 即使在荒郊野外 险恶地形与气候 都能提供所需的超强抓地力 安全又舒适 专为台湾户外地形打造的金刃鞋 亚雅三世贤王抢弓系列 男女款限制人的卖中 欢迎到各大的亚雅四体店面 试试看看喔